第13题有关空气组成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小学就学过空气中的主要成分是氮跟氧 所以呢选项C说只有一种成分是错的 选项猪说主要成分是氧和氧也是错的 而里面呢氧气是所谓的活泼的成分呢 概率的说法是大概占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 而氮气就是不活泼的成分大概呢是占百分之八十 虽然选项B是错的选项A是对的 因此第13题问我们说有关空气组成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空气中活泼气体的体积约占百分之二十